在国道三号七堵段走山意外中不幸罹难的叶茂竹牧师 大女儿在大学毕业音乐会上用自己创作的音乐来纪念天上的父亲 叶茂竹生前也曾经答应过女儿一定会到场参加 而现在父亲不在了 叶家人就把合照放在舞台最显眼的地方 象征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只挥起乐团架势十足 台上这个小女生就是国道七堵段走山不幸罹难牧师叶茂竹的女儿 大学毕业音乐会做的曲子特地来纪念天上的父亲 我每次想要那个星期天我都很想哭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父亲很喜欢音乐 他也想跟我讨论音乐 然后跟我说他的想法 收拾起眼泪 叶妈妈陪着女儿一起走过叶爸爸不在身边的日子 当初爸爸承诺一定会来参加毕业音乐会 现在人不在身边 就把和叶爸爸的合照放在舞台上 一起聆听特地为爸爸创作的音乐 交通部长毛志国也在叶妈妈邀请下 来帮女儿加油打气 爸爸一定会也感觉到这个分量 所以我想这个刚刚取得 这个事实上我是虽然外行 但是我觉得可以感受到慧弦她这种天分 我觉得她应该会来 她应该在我们 天天是跟我在一起的 我相信 思念爸爸的心情 叶家园用音乐来纪念叶家园的感情 中天新闻杨静明 曾玉平台北报道 都没关系 那么我也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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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